目前演藝圈有沒有覺得哪個男生還蠻帥的 原子少年 異球的XXX 帥 還有 我知道原子少年的製作人是佳人手 自己就是跟女人合作同台啊 你會覺得很興奮 很興奮但是其實非常緊張 因為我剛剛有講說 就是我平常如果一個人出席活動的話 我就是盡情的當巨星就好 可是今天就是除了當巨星之外 還要當媽媽 因為她也是第一次面對那麼大陣仗的媒體 所以我就很怕她緊張 因為她有意思說 媽媽我好緊張 我手在抖 所以今天就身份有點矛盾 我今天也是很緊張 但是有媽媽在身邊就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今天我可以擔心啊 因為她實在是太漂亮了 我絲馬會被蓋過耶 妳現在畫的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 妳是覺得她覺得漂亮很多是不是 如果是其他女明星講這種話 我真的就是會想說 以後就把你們台封殺 哈哈哈哈 可是因為她畢竟是我女兒 所以被妳這樣講 其實我內心是很開心的 因為女兒的風采蓋過媽媽 那就是代表我基因很好啊 嗯 不過我內心還是希望我今天比較漂亮 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說她比較像大衣 在有些角度像媽媽 有些角度像大衣 明明那天就很驕傲 拿一張照片說 媽媽妳看 就說我這張照片很像姨媽耶 然後我說 So 妳又不是姨媽生的 姐夫現在比較常在台灣對不對 對 姐夫是以定居台灣為主 然後有工作才是別的地方 我到我姐家看到她的時候 有時候我姐不會在客廳 她可能還在房間準備 然後就只剩下我跟姐夫兩個人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是很輕鬆的聊天啊 拍玩笑什麼的 我就說欸妳在幹嘛 她就說 哦 她在那個準備要play的那個DJ秀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 然後我就想要跳舞給她看 然後後來她就說 OK妳可以 dance 然後我就這樣 怎麼跳舞都不要 然後她就大笑說 然後她說 哦 我愛你 就是我們兩個就相處的還蠻融洽的 欸 姐姐 因為現在女兒越來越漂亮 應該會有很多追求者 妳有沒有想說要幫她篩選 像我自己14 15歲的時候 是正直很喜歡看帥哥的年紀 所以我覺得她現在喜歡男生 或者是覺得哪個男生帥 其實很正常的 而且因為她會說 媽媽妳覺得這個男生可愛嗎 我覺得說還不錯啊 但不是我的類型 因為她喜歡的都是比較那種 小奶狗的類型 我覺得怪奇物裡面的麥特色 那S姐心中的男神是誰 我之前非常喜歡那個 尊喜酒 我也是妳老公欸 妳幹嘛跟我設陷阱啊 因為老公當然是第一愛啊 我現在是說 就是這個已婚婦女 就是靠著要看韓劇 然後欣賞其他男生來那個 度過一些比較 寂寞的時光 也不是說寂寞 就是平淡的日子 我就問我三個女生說 妳們覺得這男生帥不帥 然後他們都會說 呃老頭 她眼光比較好 我老大跟老三就說 好醜喔老頭 我說 妳們怎麼眼光會插成這樣啊 甚至許老三還會攻擊我 我老公 真的假的 我說妳眼光到底是要多高 他說 我倒是想問妳為什麼要嫁給爸爸 我說爸爸很好啊 又帥對我又好 他說 妳有沒有覺得她鼻桶很大嗎 而且她的毛孔我看得見耶 我說OK STOP IT STOP IT 我有問過說 寶貝那妳覺得妳什麼時候會談戀愛 他說 我不會談戀愛 我是女王 沒有男人配得上我 然後我想說OK 沒有要出不出道什麼的 因為出不道是怎麼樣 要開一個記者會說 come on 我出道了 出道這個東西是不是很模糊啊 我會想嘗試演員 我有兩個非常想嘗試的角色 一個是怪奇物語裡面的角色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她的怪異感 第二個想嘗試的角色是 我想要一點可能說在偶像劇的少女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跟帥哥可以什麼牽手啊之類的 什麼那種是不是 沒錯 那男主持人們希望什麼類型的 帥要高 妳目前演藝圈有沒有覺得 哪個男生還蠻帥的 妳那天不是有跟我講一個什麼少女嗎 原子少年 原子少年 怎樣啊 怎麼那麼年免愛是不是 原子少年 地球的陳婷豪 還有水星的徐宏道 很帥 地球的誰 陳婷豪 還有 我知道原子少年的製作人是佔人熊 妳要在follow媽媽的節目嗎 有有有 我的節目叫什麼 西地小朋友 現在 right now的 每天播的 我知道 小姐不西地 原子少年妳連清新地球 怎麼做妳 妳都講得快 Sorry媽 我多死了 那只看著他們 我啊 我都看著他們 我都看著他們 妳就看著他們